看不见的时候不能做什么 看不见的时候不能做什么呢 小朋友们的答案很多 但这位视障回忆戏歌手 林信红叔叔都能做到 连滑手机都可以 这一组不要遇到困难 你就要想到 信红叔叔他眼睛看不到 可是他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走出一条很棒的路来 对不对 想一想 真的只是你想不想做而已 并不是你做不到 当你真的想完成一件事情 绝对会找到方法 没有能不能只有做不做 说得十分的好 你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得到 上天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那你就要再去 打开自己的另外一扇门 中山国小在岁末之际 邀请视障系歌手林信红 现身说法 从开公司 打棒球等运动 到最后组乐团 成为企业讲师 还是全台第一位 扶轮社盲人社长 但像我看不见 但是我可以透过 我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学习 那我们找到一些好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问题给解决 信红叔叔的青春经历 让孩子们很有感触 我听完信红叔叔讲的话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很好 我也觉得我比较羡慕他 因为我自己看得到 可是他看不到 他做的事都比我多 我现在可以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操自己的梦想 讲究我 感觉我以后想要游一台马萨拉利 我只要努力就可以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像是叔叔失去了视觉 但是还能做到那么多的事情 让我们佩服 一曲与乌克利利社团演出的知足 唱出许多感动 林信红以自身故事 活力大家珍惜所有 还要 追逐梦想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